我们从井下采上来的石油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半成品 要想为我们人类所应用 还需要一系列的提炼加工 石油也就是常说的原油 它的提炼过程 用专业的话讲就是石油分流 通常最先沸腾的肯定是汽油 因为汽油的沸点在50到200摄氏度之间 煤油的沸点通常在110到350摄氏度之间 而柴油的沸点在160到370摄氏度之间 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提炼 就能产生汽油 煤油和柴油 随后工作人员会把提炼过后的原油 再进行第二次加工 基本上各种油就这样提炼出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